问兄弟们一个问题 当你在楼上 敌人在楼下 双方都残了 不过敌人挺会玩 贴在正下方门口这个位置附近 你会怎么处理 很多兄弟都遇到过类似情况 虽然你在楼上 但敌人在楼下只要贴着楼 你很难操作到他 这时候第一种办法 直接跳上窗檐 结果发现视角根本拉不到正下方 准心瞄不到 像个小丑 一或者五老猫 直接跳下去这样打 说实话兄弟们 我知道你们都会笑这种打法 OK好 所以我们换打法 先用投资物 首先就雷 咱们先不说你以什么角度 能刚好炸到下方的敌人 最基本的 从掐雷声出现到雷声效 这数秒会给敌人 带去很长的反应时间 而且你在温雷过程 也是在浪费你自己的打药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 有的兄弟就说 那我直接丢秒声效的火呗 敌人反正弹到 火烧到就能放倒 好 接下来咱们就说火 我敢保证 接下来说的犯错方式 不只是评论前的你 也包括无数个战胜玩家 都会犯的错 很多兄弟走过来 非常熟定的切个低抛 这也是我看无数高手扔火时 都会照扔好 但实际上靠近窗口 有个发现 这个火就算你是低抛 也根本烧不到正下方的敌人 因为始终那个抛物线 落点就不可能在正下方门口附近 或者傻瓜式一点 走到窗口来朝下面高抛 但是角度问题 我们依然烧不到正下方的敌人 这种火就全被浪费了 好 那么又想办法 如果是砸窗岩呢 由于和平最新设定 我之前专门一期有讲过 砸一楼的窗岩 火是会蔓延至室外和室内的 但是二楼级以上的窗岩 不管你怎么砸 砸下面 砸左边 砸右边 甚至砸上面 无论是高低抛 而且是像这样各靠外的边缘 你砸上去的这个火 始终都是会落在我们自己脚下 只会烧到室内而非室外 不仅烧不到对面 还可能把自己给烧没了 真的很尴尬 所以这种方法也是不可取的 那么该怎么办兄弟们 接下来我要讲的技巧 你们一定一定要学一下 直接迅速贴到窗口 用低抛的方式 把视角拉到底 加上跳 像这样往正下方丢火即可 这个火即可完美烧到正下方的底下 看到吗 甚至还能蔓延到门里面一点 这种火我给取名为底火 就丢正底下的火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最关键的一点我还没说 那就是先掐火 这个时候别按跳 在松火的一瞬间 就在抛出的一瞬间再按跳 注意顺序 一定要注意 我再说一下 先丢出火再按跳 就比如你们平时跳头道具 怎么样的跳头才是正确的 也是要先松开投资物 让手已经往前挥动起来 再按跳 这样的跳头才丢得远 底火也是类似的 知道吧 很多兄弟刚开始丢底火 都会先按跳 再松手丢火 这样很可能会烧到自己 所以兄弟们 对刚开始的你们来说 这个技巧不简单的 你们一定要记住顺序 松火之后再按跳 就能完美烧到正底下 用高抛加跳 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蔓延效果比低抛要差一些 知道吧 这只是其中一个场景 无数个其他的建筑 普通的丢火方式 都是没办法烧到正下方的 但底火可以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 你们看看 再按下 所以以后怎么做 掏出火气为低炮 走到窗口直接丢 松火的一瞬间再按挑即可 这个火立马就能烧到正底下 这种敌火你一定得学一手 你知道别人不知道 在后续防徐一为一的时候 很可能就是你获得的关键好吧